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金刚了 老金刚了 来吧 周副主席 苏毅同志 你好 朱罗总 苏毅同志 两年前 你否决了中央去外线作战的指示 结果呢 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截 这就是中央的正确指示 才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苏毅 你胆子不瞧啊 遵议会议以后 还没有人敢反对我 和中央军委集体做出的决定 苏毅同志 来 请坐 来 苏毅同志坐坐坐 苏毅同志坐 这次请你来 来来来 坐 主要是想让你说服 我们书记处的全体同志 为什么提出不下江南的决定 臣义 我没有想到你中途变卦倒戈 我觉得苏毅同志讲得很有道理 就同意他 给你们写报告 说句老实话 要没有你臣义倒戈 我也不会请你们二位到这儿来 书归正传 苏毅 你开门见山吧 那我就斗胆直言了 中央派我率领三个纵队和地方干部 南渡长江 十万余人 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 敌人势必会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 我军远离解放区 在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 冰原的补充 凉弹及其他物资的供应 伤病原的安置和治疗 这些都将是我们行军当中的最大最大的困难 当年红军先遣队 自瑞金向国统区进发 行程五千多里 到达晚南时 部队已经减员二分之一 这次渡江南进 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 第二 我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 可以调动江北的部分敌军回防江南 但估计调动不了中原战场上 国民党的四个主力师 我的结论是 到外线作战不仅损兵折将 而且也难以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 所以我觉得就留在中原 留在中原打几个大仗 依然可以改变敌我的政治态势 到外线作战 是不是就一定损兵折将呢 长征就是最典型的吴后方作战 红军东征也是外线作战嘛 不仅没有损兵折将 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兵啊 抗战初期 我和彭德怀率部挺进山西 也是在外线和吴后方作战嘛 林彪他们去东北 刘邓越进大别山 就说你肃于去河南吧 不也都是外线作战吗 我认为主席说的都是事实 证明我军吴后方作战 不一定实力 战役是靠人来指挥 当年在中央苏区 前四次反围剿 为什么胜利了呢 自第五次反围剿 到血战相将 又为什么惨败了呢 遵义会议之后 自四度赤水使 我们不仅是吴后方作战 还长途奔袭 不都打了胜仗嘛 说得对 就是东北战场吧 过去和现在 那也不一样嘛 这说明战役的胜负 除去路线的原因以外 还要受着指挥员不同才能 和指挥风格的影响 如今 敌人的装备和作战地点 也不尽相同 我认为都应该考虑在内 我认为都应该考虑在内 经过激烈的讨论 毛泽东和书记处的同志们 认真听取了素玉同志的建议 审师夺势 权衡利弊 采纳并补充了素玉这一战略构想 取消了中央军委原定的部署 随即决定 素玉率第一 第四 第六纵队 暂不打过江南去 集中兵力在江北 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这一决策 为逐步形成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 和耳后发起文明侠尔的淮海战役 埋下了伏笔 陈毅同志和邓子辉同志 到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 所以啊 由你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主席 这个决定我实难从命啊 为什么啊 陈毅同志无论如何 不能离开华东野战军 请主席和中央再考虑一下 那好吧 陈毅同志仍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但是中原那边的工作需要他 现在必须走马上任 那华东野战军的工作呢 由你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是 为了确保你在中原地区 多打几个大的戒密战 熟记处决定派我们的总司令 同你们一起去补养 太好了 苏玉同志啊 我们的总司令整整长你二十一岁 你不仅要保证他的安全 还要保证他的健康 是 是 是 老伙计 我又不是你捏的 不行 这一 老总若是病了 我拿你试问 没问题 实际上 南京总统选举虽然已经尘埃落定 他们仍要学着美国的样子组阁 还得闹腾一个来月 你们要在总司令的帮助下 很好地利用这段空间捕捉战绩 争取多打几个漂亮的戒密战 是 所以同志 我们华野已向中央 立来军令状了 我们一定要打几个漂亮的胜仗 那是 老总 可不要练战 看一看 动动嘴就回来 老毛 你让我当这个光说不练的嘴巴似的总司令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陈一 陪着老总试杀完工作 就赶快去中原走马上任 那可不行 有实际上任何人的看法 你怎么可以支持哪 那么多年 你应该想要去打几个热门 你自己不认为 真的 还想要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自己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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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罗文大学博士学位的 温文浩先生 这很好 那么国防部部长的人选 你打算由谁来出任 贵国驻我国的军事顾问 巴大为将军的好友 何英钦将军 很好 何将军是天才的指挥家 再加上巴大为的协助 我有理由相信 剿共一定会出现新局面的 那么还有其他阁员 还在商议 未定 这真是渠道的龙王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蒋主席 不不 蒋总统 不就是个名吗 叫什么都可以 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好 剑生啊 今天请你来 是想和你当面 商量一下工作安排 总统 新内阁就要成立了 我的工作安排一如既往 为总统之命是从 不要这么客气 剑生啊 国难实危 我们都应该以党和国家的利益 侍从 时下刘邓共军跳出了大别山 这样一来 江淮和汉大片土地 就会难于安宁 我思之良久 能和刘邓抗衡者 能确保中原大地安全者 非你莫属 我决定成立华中角总司令部 由你出任总司令 国防部部长一职 就交由从美国归来的何英卿担任 你有什么想法吗 军人嘛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知道你是党国的老同志 一定会以大局为重 好 有什么意见和想法 都可以提出来 想法嘛 我有 意见 我也有 就是 请放心 我只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 只要有利于和共军决战的方案 我都会采纳的 自古以来 兵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 所谓守将必先守怀 淮和既是长江的前哨 又是国军遏制共军难途的 第一道屏障 要完成好这项带有 战略全局的重任 不能正出多步 另出多步 有道理 直言之 江淮和旱只能存在一个 华中脚总司令部 我的总部设在邦部 以华中的部队 运动于江淮之间 进行公式防御 堪位相得一张 你说的不无道理 可是我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近期要在徐州成立一个 交总司令部 由刘志负责 总统 总统 那就请委任其他将领 却丢掉了国防部长 却丢掉了国防部长 我当时就告诉他 华中脚总总司令一职 更好一些 他蒋某人并非是诚心诚意 放手让我去当华中脚总司令一职 先生 你怎么这么糊涂 他蒋某人什么时候对我们贵戏放过手 如果他是那种有荣泽大胸怀的人 怎么可能软禁他的蒙弟和恩人张汉青 又怎么可能让你当这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 更不会让那无意竞选的孙哲生和我们打泪 然后外放你白剑生 德公 你说的这些我全懂 今天我也把话挑明了 出于党国存亡之大计 当然 也出于我个人进退的考虑 他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绝不受命 剑生啊 那你下面有什么打算 乘夜班快车 谢夫人会上海休息 大理 你还在为白虫喜的事生气啊 单单一个白虫喜 没什么可气的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夫人 你过来看一看 你看看 石下的东北战区 公军已经把长春围的水泄补通 魏力皇坐镇在沈阳 打着精兵旗号 是既不去救援长春 又坚决反对 撤兵锦州 华北战区 丢的只剩下 北平 天津 保定等几座城市 西北战区 湖宗南基丢了遗川之后 又被迫撤离了延安 现在华东战区 与中原战区的共军 很快就要连成一片 我们只剩下 郑州 开封 徐州 济南 这几个孤立无援的大城市了 照你这么一说 江北的半壁河山 已经到了最为危险的临界了 主席 你看这是什么 容真 你从哪儿变成这么多鸡蛋 前天你非要上街去看看 还要去洗温汤澡 结果被老百姓认出来了 一位雍军模范老大娘 提着这篮子鸡蛋找到了军区 典名说是送给主席吃的 给钱了吗 我给了 可是他就是不收 不收可不行 那我毛泽东不乘着吃老百姓白食了吗 小李 小李 你叫小李干什么 给大娘送钱去 主席 你放心 我已经让人去办了 人民是好 可是你的安全保卫工作可就增加难度了 你们都犯了个通病 不相信群众 不相信 向前统治终于把林坟这个硬钉子给拔掉了 这是他们的作战经验总结 主席 斯大林回店了吗 回了 再次建议我推迟去苏联访问 或者他们派一个通知来 刘司务长 你在门口干什么呢 我给首长送饭来了 一听首长正在谈工作 师长 赶快把饭送进来吧 首长 这是我去城外河里摸的小云 回来用油炸了炸 给首长下酒用 真香啊 可惜没有放上辣椒一块炸 刘署长 记住啊 下次再摸到小云 放上辣椒一块炸 好 那就谢谢你了 应该的 容真 我这儿有瓶好酒 看 这是朱老总的家乡酒 五粮叶 你我就就这油炸小鱼 来喝上一杯怎么样 这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可不是让你来过神仙的日子 是研究一下杨德志罗日清 率第三第四纵队 及第二纵队一个旅 向秘云古北口一线 及成德方向进击的战况 主席啊 根据您的指示 他们于十七日十八日过平随限 以兼击敌十三局为目标 发起忌热茶战役 好啊 来 为他们取得战役的胜利 干杯 干杯 报告 校长 我们不仅证实了毛泽东 已经到达了抚平线 而且还确切地搞到了他居住的地方 请看 为什么还不派飞机去轰 轰炸抚平 是 我再也不能错过战草出根的机会 好 好 主席 有情况 什么情况 主席您听 轰炸机就要来了 我们赶快进防空洞吧 不是还没炸吗 刚才是侦察机没丢炸弹 现在是轰炸机肯定会丢炸弹的 对啊 莫急 给我点支烟 快 主席还抽什么烟呢 快 是啊 走 走吧主席 不要急 不会是偷有一点钢铁 快快快 正好是打击把叔叔 走吧 快起番公洞 走吧 走吧主席 快起番公洞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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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 主席 你看多选啊 慢一点是没命了 慢一点是没命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大难不死 这次敌人的飞机是有备而来的 他们锁定的目标就是主席您的住处 敌中有我 我中有敌啊 看来我们的队伍里混进了敌人 敌人的奸细 这是你和李克农要做的事 客气了啦 大娘这篮子鸡蛋 还真的是天不灭谋啊 校长 他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我已经向那边的人下达了命令 让他们在毛泽东的饭菜里下毒 如果真能为了党国除掉毛泽东 你公谋大焰 谢校长 总统 吴忠信求见 请 总统 我空手而归啊 李清兄 这白剑生连你的面子都不给 难道他真的不想带兵了吗 恰恰相反 我认为他是为了带更多的兵 那么石下除了李德林之外 他现在还会买谁的账呢 贵西大将黄少洪 古人说 岂有权间在内 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 我今天把话说清楚 无论谁来说 我绝不从命 好好好 你我今天不谈从不从命的事 告诉我 你还想把仗打好吗 当然 我这次来 并不是用蒋的话劝你去就职 为蒋好好打仗 因为我们早就看到 蒋的仗是打不好的 所以我才想跟你谈谈 尽快到武汉就职 掌握一些队伍 不要把自己的本钱 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 你和德工 在南京高高在上 当国防部长和副总统 不是等于 关在笼中的鸟吗 现在假把笼门打开了 放你出去 你还不快快远走高飞啊 你到了外面 再反过来整他吗 你说说 你再往山了想一想 武汉是进可攻 退可守的地方 机会到的时候 就可以和共产党讨价还价呀 讲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 我必定下一眼 德工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 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了吗 言之有理 别人对此不理解 我是清楚的 你绝不可能为了闹义气争地位 离开南京去上海 你呀一定有你的难处 坐下谈 不过先生 今天我还是要批评你 有困难为什么不摆到桌面上来 让我帮你解决呢 我思之再三 克服分射两个脚总的弊端的唯一办法 就是由总统亲自掌舵 统一领导这一分为二的八十余万国军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 进退自如 分而不散 言之有理 剑生啊 还有什么好的建议都提出来 只要是合理的 我都会帮你解决 那我就把话挑明了 一 明确华中角总的管辖区域 二 华中角总直接向总统负责 不受国防部及参谋总部的揭制 我把话也说白了 华中角总的事 我只找你一人 对其他人员的配置 我一概不过问 不不不 不必说了 我一向是用人不移 如果没有新的建议 你尽快去走马上任 是 总统 贝之前来请见 都坐下谈吧 是 新的内阁就要组成了 静之接任白剑生的国防部长 这慈修由于身体的原因 不能再继任参谋总长一职了 我可是思来想去 这号令三军的参谋总长一职 是 就交由莫三你来接任吧 谢总统信任 我愿披肝力胆接近忠诚 在总统的领导下 与共军作战 与共军作战 莫三 接应搅共刑事的发展 我决定成立 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 由京福出任总司令 谢总统信任 京福啊 你立即着手绸误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的班底 同时 我收到徐州发来的急电 告知陈素共军 与南渡黄河 予要歼灭我第五军 你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在河南一带 与陈素共军决战 坚决地消灭陈素共军 是 中央军委五月二十一日电视 坚敌第五军 是我们下级作战之中心目标 为保障此目标的实现 要求刘邓担负前制敌十八军 使其不能东援 许师友谭镇临步 处以九纵修整 并做战役预备对外 主力应立即出动 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 迁至济南徐州之地 使其不能西援 中央军委 还明确指示 由素玉全前指挥 指挥一三四六八十 以及中原十一宗作战 并指挥许师友谭志林 在京浦县上配合作战 这是因为你们的陈军长要到中原去工作了 陈毅不在位期间一切都由素玉同志代理 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五月二十二日 五月二十二日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定是刘邓 并且强调指出 中原野战军下季作战的重点是 各方协助素兵团歼灭敌第五军 只要第五军被歼灭 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敌第十八军的条件 只要这两个军被歼灭 我们中原战局即可顺利的发战 因此 你们消灭敌第五军 这可是关键吧 在朱祖司令和陈毅军长的指导下 我制定了在鲁西南求奸敌第五军的具体的作战部署 下面请张振夫参谋长下达具体作战计划 首先第三纵队和第八纵队由许章地区向淮阳方向转移 吸引邱青泉兵团南下 由陈氏举唐亮指挥 然后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梁广纵队 特种兵纵队 乘机由张丘镇 范县之间南渡黄河 禁底定陶城武地区 力求歼灭鲁西南首第一步开闭战场 吸引邱兵团回转北上 在邱兵团向北转移时 陈氏举唐亮同志指挥的第三和第八纵队 和中野第十一纵队伟敌北济 协同我南渡黄河的各纵队 夹击邱兵团于鲁西南地区 魏总 据确切情报 华东共军主力突然于五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南渡黄河 上个月我就料到陈素共军 会南渡黄河的 你们忘了吗 没有 这是他们南渡黄河的目的 据卑职判断 共军南渡黄河是为了取衍州 不仅是为了攻取衍州 这样他们就可以截断金浦路济南 徐州段的联系 同时共军是想把山东与河南 连成一片 总裁高见 你怎么还在南京 没去徐州上任 您还没下达任之命令呢 好 我即日就下达命令 谢总裁信任 你们二位肯该如何粉碎 共军的这次阴谋呢 听总裁的 听总裁的 刘志司令 在 立即以第五军由浙城 淮阳地区 整编第七十五师 新编第二十一旅 由齐县回施鲁南 迎击过河之敌 是 顾总长 在 为最大限度的集中兵力 于鲁西南方面 事情让苏北 第二十五 第七十二师 集结新安镇 车运徐州 参加鲁西南作战 是 报告 小郭子 你又随顾总长 调作战部了 是 任第三厅厅长 很好 快点回报情况吧 据前线发来紧急电报称 共军陈氏局等 率第三 第八纵队 经洛河 西华 浮沟 禁至起县附近 你说陈氏局等共军 异于何为呢 我认为 共军陈氏局 率两个纵队北进 尤约龙海陆参加陈毅主力 与我决战之企图 顾总长 电灵重码殿的十八军 由 尚蔡 周口 太康北上 适时参加 鲁西南之战 是 苏总 我主力部队南渡黄河之后 敌五军果真回石北渊 准备与我军主力进行决战 你说的对啊 真是料中之事啊 好 那么如何消灭敌主力第五军呢 我替你们想了个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啊 用钓鱼 钓大鱼的办法 当你钓上大鱼的时候啊 不要急鱼拽上来 性子急 急鱼拽上来的大鱼 就会溜掉的 怎么办呢 当一条大鱼咬钩的时候 要在水里慢慢的摆来摆去 摆来摆去 把它摆得疲劳了 大鱼就钓到手了 对付敌人第五军 也要用这个办法 先用尹的办法 让他来攻 我们就退了 必要时就阻击一下 消耗它的弹药 等把它的弹药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用大部队奔袭 解灭它 怎么样 钓第五军这条大鱼 这条大鱼 你们有信心没有 有 好 我回中央之后就和毛主席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了 老左 好 我看看 我看看 波浪宁 这只波浪宁是大孟良故战役小和敌七十四时的 做给你做个鸡牛 那就谢谢喽 还有的 小四 搬上来 是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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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左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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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不错 不错 这也是七十四时的 是一把军用者叠仪 我想 老左行军大仗有得掌握 不错 我是收获不小 喜欢就行 小算 按到车上去 是 总司令 还有什么中复 将在位 军命有所不受 战场是顺心万变的 要根据顺心万变的战场 做出新的部署 这才是合格的指挥员 是 好 再见 再见 好 好 走好 一路顺风 我们啊 马上就要分开了 但我们的心 是联在一起的 陈老祖 一句话 我相信你 好 谢谢老祖 何时下达巨尖敌五军的作战秘密 这些天来 我一直在想 巡尖敌第五军 虽具备一定的条件 但不利的因素较多 我军主力尚未集中 打员兵力不足 地形对我们也很不利 对 敌第五军 俠两个整编师四个驴 并指挥一个快速送队和一个骑兵驴 他们装备好 兵力炮火和铺炮协同 经常位集一团 还有啊 整编第五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 有三万七千余人 均为美式装备 如果遭到攻击 蒋介石一定会来救援 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 用一两个纵队打员 难于胜任哪 更为严重的是 敌人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 汽车 不需要一天的时间 就能把援兵运到 搞不好 还会给我们造成不利的局面呢 怎么办呢 好 既然 巡舰整编第五军 不能稳操审券 作为战役的指挥员 在部署巡舰第五军的同时 应该考虑其他更有把握的方案 好 我赞成 我设计了一个先打开封 后肩原敌的副案 如果你同意 就以你我的名义 电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好 走 走 在上述情况下 我不宜在正面与敌对质 因此 决定以陈塘兵团 于十六日晚包围开封而攻占制 实行先打开封后肩原敌的方针 我们率一四六纵 急于同晚转到曹县及其东南地区 以阻击五军等部西远 掩护陈塘完成攻肩开封守敌任务 而后待机围击秋青拳一步 或向南 兼击十八军于运动中 主席 我们的容真同志 把敌特挖出来了 向敌人通风报信的 就是那个刘司务长 嗯 苏玉那边有新的情况吗 有 他发的电报 详细成熟了攻打开封的作战计划 老总 你去浦阳期间 他们向你谈过开封守敌的情况吗 谈过了 开封守敌 为第六十六史师部 率十三旅及两个保安旅 约三万余人 由于指挥不统一 地方军和正规军存在矛盾 战斗力是很差的 陈氏局唐亮两个纵队 拿下开封是究无问题的 我的意见是 开封失守 加某人必然派邱青泉 或其他部队 再夺回开封 老鼠拉木仙 大头还在后头呢 对 我们应该把战役的中心呢 点告苏玉 情况紧急是独立处置 不要警示 刘志呢 总裁 刘总司令已经奉命 飞到徐州上任去了 他是如何解救开封之危的 他刚刚还来电 请示总裁呢 那还要他这个徐州 教总司令有何用 他刚刚上任 所以 担心调不动部队 我呢 废话 立即传我的命令 让孙元良 率 四支五个团 向铁路以北挺进 去解开封之危 是 令邱青泉 以积极行动排除困难 捕捉战机 迅速击破当面之敌 以解开封之危 是 报告 开封危在旦夕 国军除龙庭之外 全部陷入共军之手 词